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啤啤 今天做蜜糖豆炒鮑鱼片 一個簡單易做的家常小菜 我們現在即開始 在超市看到急凍鮑魚做特價好底 買來試試 一包有六隻連殼 還沒湯的 寫著刺身都可以 不過我不敢 就拿三隻出來炒 不用解凍就可以拿出來 其餘三隻放回冰箱保存 用水沖走冰 然後浸著水解凍 它還沒湯的 不過都很容易處理 解凍之後 把鮑魚撕出來 不用用力就能撕到 它不像游泳那些 要用一隻匙巾撬出來 這些比較容易處理 內在撕走就可以了 然後撕上嘴 每隻都這樣做 做好之後 倒了一些黑黑黑的水 再轉清水 然後逐隻鮑魚擦乾淨 用乾淨的牙刷擦一下它 我只用手指甲刮一下它 擦一下它 因為我懶 我又不想開支新的牙刷 不要學我 洗乾淨之後 沖乾淨它就可以用的了 其他的材料還有 甜豆半磅 洋蔥一個 紅蔥頭一個 酸頭三反 蔥一棵 然後底下 然後拿乾淨扇剁 用水分配油 用水分配油 用部分用油漱口 用水分配油 用油漱口 用油漱口 沖乾淨 用水分配油 红葱头切片 洋葱切碎 葱切断 鲍鱼切薄片 鲍鱼切断 鲍鱒也用風浸溶 水滾後放過 夾兩 estan就可以撈起 不用滾 鮮鱼煮久的鮮鱼會很下腥 加少許油在鑊上 放紅蔥頭和蔥白 用大火炒香 放洋蔥 放四分一茶匙鹽 炒20秒 放蜜糖豆和蒜頭 翻炒幾下 蓋蓋蓋10秒 放一茶匙蠔油 半茶匙魚露 三分一茶匙糖 炒熟蜜糖豆之後 就將鮑魚回鑊 加蔥段炒多幾下 加少許生粉水 炒多兩炒就做好了 再炒就會韌了 希望你們都會喜歡這味蜜糖豆炒鮑魚片 我們每個星期都會出一些簡單的家常菜 沒想到想煮什麼好 吃什麼好 可以隨時上來看看 請訂閱 按鈴鐺 分享我們的頻道給家人朋友 多謝你們的支持 我們下集再見 再見 umed wah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